虽然这个题目是对回国的肢体的劝勉 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的提醒 经文刚才主席给我们读了 犹大书的20章 它只有一章从20节到21节 每逢教会有肢体因为某种的原因 离开我们 对于一个牧者的心态 这个心理的状况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 为什么呢 因为心理都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的惆怅 特别是今天的三位 因为他们在过去在教会过去这十年 他们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的三位一个是鼓手 他的职业是教授 一个是歌手 他的职业是会计师 一个是前手 是这一届应届的毕业生 他们在学生组 职清 敬拜小组 祷告会 师班 其实我还纳了这个主日学 他们有无尽的摆设 他们的离开呢 无疑在我们教会的里头呢 短期之内会有一些的影响 我们也盼望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就是训练更多的弟兄姐妹 能够弥补他们所留下的这个空隙 但我们知道神在他们的身上 会有更美好的安排跟带领 所以我们心里头 对他们的离开不忧愁 反而是非常喜悦 知道他们的事业 他们的服饰会更多 更好更高 当我在想今天的讲章的时候 我心里都在想 我应该用什么的话 去劝勉他们 犹大树呢 就浮现在我的脑海 这卷书很短 只有一章 圣经在旧约有另外一卷书 也是只有一章 那就是俄巴底亚书 但是呢 这卷书虽然是短 但是呢 内容呢 非常的简洁 而且呢 非常的清晰 这个作者呢 大家都公认了 是耶稣基督的胞弟 这个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在第一节的时候 他说 耶稣基督的仆人 雅各的弟兄 这是一个hint 他说 他有一个兄长的名字 叫雅各 那我们也知道 耶稣呢 有四个兄弟 弟弟 其中的一个呢 就是叫雅各 那这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在马太福音书 第十三章五十五节 把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呢 都列出来了 这四个人呢 叫雅各 约西 西门 跟犹大 这个犹大的哈 那个英文呢 叫Judas 但为什么叫Jud呢 因为呢 卖主的也叫犹大 所以呢 圣经翻译的人 为了避免内阁的不好的犹大 Judas of Iscariot 所以呢 把这本书呢 翻译了 成Jud J-U-D-E 这个希腊语呢 Judas 这个希腊语呢 是Yahuda 就是Juda Juda的意思 雅各 跟这个 犹大 两个人在世上的时候呢 他们不信耶稣的 不相信 但是救世主的 但是当主死了之后 复活之后 他们两个呢 都信了主 而且呢 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 犹大书这本书 成立的时间呢 可能是在新约 比较后期的一卷 这个 很多的神学家认为 可能就是公元68到70年 这之间写的 全卷书的主旨呢 就在第三节 跟第二十节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好吧 第三节跟第二十节 第三节那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论我们同德旧文的时候 就不得不写信 劝你们 要从前为一次交付 圣徒的真道 竭力真变 这是第三节 然后呢 我们来看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呢 犹大将说 他说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 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所以呢 第三节第二十节 这个经文呢 就是这样 作者呢 提醒 读者 其实是一码事 但是呢 有两个的层次 有两个不同的 这一个的 先后的一个的次序 他说 要从前一次 圣徒 使徒 所交付给你的真道 基要信仰 纯正的信仰 那态度是啥呢 要竭力争辩 竭力 用尽 你的这个 这个的能力 在我学那个第一旧伤的时候 那一个 这个训练员就问我 他说 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停止 你的人工的 这个的呼吸 跟人工的 这个的 就是 就是pump那个heart 我就说 这个尽我的力吧 他说 只有两个可能性 当你去 第一 去拯救 人的时候呢 他说第一 当你自己 完全的 exhausted 你没有力气了 你尽了 你自己最大的 你已经 几乎你自己都弃绝了 他说 那时候你可以放弃 他说第二 当有competent medical personnel 就是有这个医疗的人员 到现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停止 你就把这个 这个病人 交给这一些的 competent的 medical personnel 接力 我记得我以前呢 曾经跟大家也分享过一个 我有一年 一个这样的例子 我有一年跟我的儿子 去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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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营 那在下午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一些 自由的时间 我就跟我的孩子说 喂 爸爸跟你去划船好不好 他说好 所以差不多下午 两点 两点半的时候呢 我们就到那个 湖的旁边 boop 就是sign up了一条 那个小的独木舟 独木舟 一个人拿了一个 一个掌 他就去划 哇 很乐 划得很 很舒服 因为我身体比较重 所以我坐在后面 我的儿子比较轻 所以坐在前面 一人一掌 划到这庙庙 到了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跟我孩子说 应该回去了 拢岸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觉 拢来拢去 近我们的能力 船呢 都不能够靠岸 原来呢 当时呢 风呢 有一点起 然后呢 有一些的暗流 所以那个湖 本来是非常平静的一个湖 但是那个时候呢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怎么划都划不了 结果呢 我的儿子第一个说 爸爸 我没力气了 帮把那个奖 就丢在那个独木舟的里头 那就剩下我一个人划 一掌左 一掌右 一掌左 一掌右 把我给累了个半死 到后来的时候 我也没力气了 我也把那个掌 丢在船上 结果呢 那个船呢 就随着风 一直飘飘飘 飘到对岸去了 飘到对岸 那怎么办呢 码头在那边 我们飘到对岸 要感谢主 刚好呢 有七个弟兄姐妹 他们去走路 走到湖的对岸 看到我父子两人 就问我们 是不是需要帮忙 我说 呀 帮个忙吧 跟着 那一个的景象 到今天 我都忘记不了 我们九个人 就把那个独木舟 就这样抬回对岸 我那一次 我才自己 亲身经历到 什么叫接力 用尽了你自己 就是这个意思 犹太教我们 为到以前圣徒 所教给我们 纯正的真理福音 要竭力地去争辩 第二 和要在自身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如果你注意 我才说过 其实是一码事 但是它有一个先后 它排列的是说 为真道真变 然后造就自己 实际上的那个过程 你要做的时候 要反过来 你要先造就自己 你才能够为真道而变 听得懂吗 你要先为你自己 好好地在真道上装备 然后呢 这个在位真道 那为什么犹太 要写这一卷的书 因为当时教会出现了 有假师父 假先知的出现 犹太写信 给他们 叫信徒去提防 这一些悲逆神 不认识神 也没有圣灵的 虚假的老师 我告诉你 他们以前的问题 今天同样有 在这个时代 多少的假先知 多少的假师父 所以我们呢 作为教会 作为教会的领袖 我们是有这个责任去把关 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教会所传扬的福音 是不是纯正的福音 我们所教导的神学 是否合乎圣经教训的 我们在主日学的里头 所传递的 是否是合乎神心意的 这是教会的这个责任 那犹太呢 他本来写信的目的呢 是要跟他们分享 神奇妙的纠纹的 你看看 这个 这个第一节 他说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逼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的众仆人 他就猜 对不起 这个 这个第三节那个地方 亲爱的弟兄啊 我想尽心 本来呢 犹大呢 想用心的写一封信给他们 论到我们同德救恩的时候 他本来要写 关于救恩的 一些的事情 但是呢 不得不写信 劝你们 为什么 他发觉 那些的假师父 所以呢 他就马上的 把这一个的 这个 所谓的这个 方向盘就转了一下 然后呢 就花了一段的时间 去把这一些的假师父 他们的一些的问题 所以呢 后来犹大觉得 这些偷进来 教会的 心存不当 放纵情欲 顺心乱性的人 所以呢 他不得不提醒这个信徒 小心 而且劝勉 我们要持守 我们的信仰 怎么去持守呢 他待会在二十 二十一节 会给我们 有一个的交代 所以呢 从第五节 一直到第十九节 在这个蝙蝠的里头 犹大呢 就对这一些的 假教师 有一个非常详尽的 一个的描述 但是呢 在分享这个描述之前呢 对这一卷书呢 有两个观察 小小的观察 第一个呢 就是作者 他用了犹太人 一些熟悉的次经 一些的aprograph 还有了一些的 犹太人的传统的经书 其中一卷是 Book of Moses 另外一个叫 En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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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九节 第十四节 他所引用的 就是从这两个 犹太人的传统 那你心里头可能会问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 整个的经典呢 还没有完成 圣经的整个的经典 还没有完成 那犹太人呢 除了他们的正典以外呢 除了他们的tora 他们的canon以外呢 他们有一些的 传统的一些的论著 其中呢 就有这两卷 所以呢 犹大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呢 他引用了很多的 这一方面的 这些的资料 第二个呢 就是在整卷书的里头呢 作者从头到尾 没有批判过 这些假师傅的教导 也没有他们的 提到他们的神学 只是提到什么呢 他们的贪财 这种的 这个欲望 还有了他们那种的 乱性的生活 所以这两个的 短短小小的观察 引用了很多的 这个不是这个正典的 纠约的正典的一些的 犹太人的传统的书卷 另外呢 他的批判呢 并没有提到 这些人的神学 或者是教导 只是提到他们的生活 非常的缺乏见证 从第五节到第十节 作者用了三个纠约的例子 哪三个例子呢 在旷野的时候 灭绝的以色列人 在旷野的当中 他们贝利一离开埃及 就埋怨 没有的吃 没有的喝 结果呢 神呢 让他们在十一天的旅程 走了四十年 在当中 整个世代全部的毁灭 只剩下两个人 一个呢 就是约束亚 一个就是迦勒 第二个是那些 不守本位的天使 这个呢 特别是在《创世纪》第六章 他们呢 这些的天使 娶了地上的 这些的女子 然后呢 为妻 天使呢 本来呢 不应该有嫁娶的 所以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本位 还有呢 就是两个城市 索多玛跟欧摩拉的尾面 神用烈火把这个城市 为什么呢 他们是乱性的 而且呢 这个 这个 背逆神的 所以呢 他们犯的罪呢 是三个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第一个 抗拒神的主权 Go against the sovereignty of God 第二个 逆性的情欲 第三个 拒绝摩西的使者 这是他们犯的罪 到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呢 作者再引用了三个个人的例子 一个呢 叫该隐 一个叫巴兰 一个叫可拉 该隐呢 是杀死了自己的弟弟 亚伯 创世纪第四章 巴兰呢 是本来是个先知 但是呢 他误导了以色列民 这是在民书记的二十二章 到二十五章 可拉 这个 违背 抗拒 所以呢 到最后的时候呢 他也毁灭了 所以呢 这三个 纠约整体的以色列民 集体的罪 三个个人的罪 那这些的人呢 这个作者呢 用这几个字来描述 我们来看看 他们是 这个 自私的牧人 他们是没有雨的云 和狂浪 这个自私的牧人呢 是从这个 旧约的以西节书 第三十四章 第二节 当时呢 神呢 就批判那一些 当时的牧人 只知道喂养自己 所以是自私自利的牧人 第二个 没有云 没有雨的云呢 是在真言书 第二十五章 第十四节 云是应该带来雨的 昨天刚好有几片乌云 那很快的就 就跟着就下雨 云本来就是水 本来就是水 但是呢 没有雨的云 狂浪 这个以赛亚书 第五十七章 第二十节 那时候 恶人于翻腾的海 不得平静 所以 三种的描述 那一些抗拒人 抗拒神 不认识神 没有圣灵的 这些的假师父 然后呢 到十四节 到十六节呢 他就用了这个 旧时代的 一个的警告 这个警告呢 就是在创世纪 第五章 以诺哈 他预告 在第二十九节 神的审判 神的咒诅 会来到全地 第六章 神就降下了 这个四十天的 这个洪水 跟着呢 他又引用了 生命纪 三十三章 第二节 那里就提到 圣者将会来临 好像烈火 的这个律法 来审判他们 撒加利亚书 第四十章 第五节 就提到 神逼降临 圣者逼降临 最后在 以赛亚书 第六十六章 十五到十六节 神逼从火中降临 以涅禄 来施行 这个报应 换句话说 这个作者提醒 这一些的人 这些的假师傅 假先知 不要 不要太过 不要太过分了 因为神的审判 始终会来的 然后十七到十九节 是比较近代的 一些的警告 警告什么呢 就是这一些的假师傅 跟传假的复印会出现 那他呢 作者呢 用了三处的经 这个 这个 一个是彼得后书 二章一到三节 那里呢 彼得提醒我们 在末后的时候 有假师傅会出来 约翰一书 四到 第四章一到三节 也提到 假先知 必定会出来 最后 提摩太后书 三章一到九节 在末后的时代 必有 被盗 行恶的人出现 那圣经说 这些的人 是没有圣灵的人 显然是 不信主的 在旧恩以外的 那跟着呢 犹大作者就 来到 那我们在这么多的 压力的下面 跟冲击的下面 文化的冲击 我们怎么去 持守我们的信仰 特别是回国的肢体 怎么能够 持守着呢 他在这儿 给我们有四个提醒 第一个 他说要在 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抗衡异端 学说 最好 最大的方法 就是建立 加强自己的信仰 他在这里 用一个字 造就 这个造就 这个字 是从借房子 或者是借圣殿的概念 给借过来的 那这个字呢 如果说 你看他的文法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是现在进行的时态 意味着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去建造 我们的 持守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它是一个 不断的功夫来的 这个真道呢 就是第三节 刚才提到的 就是圣徒所交付 托付 那的真道一次 的真道 我们要竭力地去保守 所以呢 在真道上 造就自己 第二 作者提醒我们 要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基督徒 是有圣灵内住的人 我们可以 按照圣灵的指引 或者带领的下面 向神祷告 信徒在灵里度的成熟 完全是跟 随时随地 多方祷告 是成正比的 换句话说 你怎么知道 一个人是属灵的 你就看他 他祷告 他祷不祷告 他怎么祷告 他什么时候祷告 他什么形态去祷告 他祷告的内容是啥 祷告是一个人的 属灵的成熟 一个正比 你如果多祷告 你多有力量 你少祷告 少有力量 你不祷告 就绝对没力量 第三呢 作者提醒我们 要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我们要常常 把我们自己 融会在神的话 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 神是不离开我们的 他的保守 一定是在那个地方的 问题就是 我们自己 有自由的意志 我们有自己的腿 我们可以走离神的旨意的当中 所以呢 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的时候呢 神的恩典就没办法 临到我们的身上 这个约翰福音书第十五章 我是真葡萄树 你们是姿子 耶稣基督说 离开了我 你们什么事都做不了 所以呢 要与主 相连相通 并且呢 要常常地走在神的旨意的里头 第四 他叫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 直到永生 换句话说 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意念 一定要不断地盼望着主再来 主再来 带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希望 所以这作者 在这个二十二十一节 把我们 除了回国的肢体 包括了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要在这四方面呢 来好好的 来培育 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要勤读圣经 我想问这个问题 但是呢 你不需要举手 就是神的话 你读过几遍 神的话 你读过几遍 神的话 是不是你每一天的灵良 神的话 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 有一个宣教的机构 它叫真道号 也就是Operation Mobilization 那个创办人叫George Wilber 他们的弟兄姐妹 喜爱神的话到一个地步 他们常常就要在船上 就是站岗 就是on duty 他们随身带着一个小圣经 随手拿出来 站在那儿没试盖的时候 他就读神的话 养成一个习惯 勤读神的话 第二个 操练 祷告 这个操练的 是要一天一天一天 慢慢地这样 锻炼起来的 第三 要走在神的旨意的里头 其实每一个人 如果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 然后教会整体 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 你知道吗 困难都少很多 争吵也少很多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走在神的旨意的里头 然后整体的教会 去传播神的心意 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 争吵都少一点 最后 要仰望等待 最后的时候 作者用一个祝福 这个祝福是非常出名的一个祝福 我想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来读 把这段圣经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翻到 第24节 25节 我们一起来读 也作为我们对回国的肢体的一个祝福 一起 那能保守你们不视脚 叫你们无暇无痴 欢欢喜喜 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 独一的神 愿荣耀 威严 能力 权柄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归于他 从万古以前 变现今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